大家好,金钱树是一种非常常见也非常好养的家庭绿植 而新手花油之所以养不好 就是因为你没有了解它的一些生长习近而造成的 金钱树它在养活的过程中有三怕 那么大家及时避免了 那么金钱树自然就能够养活养好了 到底是哪三怕呢 首先第一怕就是怕强光直色 金钱树是比较耐阴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的阴阳 强光直色会导致叶片容易被灼伤被晒黄 但是过度阴阳没有这个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对它生长也是不利 所以我们平时呢 要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 把它放在通风有散色光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 想要让叶片呢变得更为浓郁 我们可以在平时呢 给它喷湿一点这个叶米圆路 这个叶米圆路还非常丰富的这个光合菌 对光合菌呢 可以有效的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来让叶片积蓄更多的光合产物 不仅叶片会更为油绿 而且植株会更为健壮 我们一般71千毫升每七天喷湿一次就足够了 它不仅可以增强光合作用 还可以增强这个植株的抗力性 第二怕就是怕浇水过多 积水难根 这个金钱树啊 我们会发现它这里静杆呢 非常粗壮 储存的水分非常多 而且呢 它底部呢 它是有非常大的快筋 这个快筋的储水能力是非常强 所以它是特别耐旱的 如果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过多浇水 那么很容易造成积水难根 我们一般浇水的话呢 干透焦透就可以了 第三怕就是怕冷 金钱树啊 是比较喜欢一个温暖的养护环境 温度一旦低于10度啊 它就很容易被冻伤 叶片呢 很容易发黄 直叶枯萎 我们在冬季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给它做好保温措施 即使避开这三怕 然后呢 再保护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然后在平时呢 适当的给它补点肥 补肥呢 主要是以高甲肥为主 因为呢 它有快筋 静感比较出壮 对甲的需求比较高 我一般呢 都是用这种塑效复合肥 这种高甲的比较适合喷栽使用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金钱树的养护技巧 我们下期见